主师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坤 或许面对四个对别人来说有些难度 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手拿把卡 更何况大师傅袁金瑶 身为力斩女帝精彩绝艳 二师傅蜜月 九尾天狐妖精一枚 三师傅康敬寒 冰清玉姐女剑神 四师傅掩月 红颜傲娇大刀神 原来我来到这个世界通过读书获得了逆捕系统 拉的仇恨值越多就越强大 而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苍明四仙的考核选拔 本来我一个灵血一段的废物是没打算参加的 但是不参加就会被系统抹杀 于是我硬着头皮踏入了从未有人通过的九天截灭阵 当我进入法阵之后系统声音就随之响起 丁破阵需要消耗愤怒值两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点 随后我就感觉到全身充满了力量 然后一掌拍出 法阵结界瞬间破裂 而我也直接被传送到了远方 累死了 这样算是通过考核了吧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以你是怎么通过考核的 你的修为才灵血一段不可能通过的 这个您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掩月随即站了起来 难道是法阵常年世修坏了 你先在这老实待着 我去禀告三位姐姐 说吧她就消失不见 而待在原地的我却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旁边乃是明鲜池 由韩月精华凝结而成 可以固守晶圆磅缘气 文言我直接脱掉衣服泡了进去 修为随之就明显的在提升 另一边掩月则来到了一处大殿内 小月儿见过新徒弟了吗 见过了 长得倒是挺俊巧 只不过那小子有点怪 明明只有灵血一段的修为 却破了九天劫灭阵 此时蜜月饶有意味的开口道 那看来咱们的徒弟 便是万中挑一的气韵之子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见小徒弟 片刻之后掩月回到了原地 人呢 不是告诉他不要乱跑吗 下一秒我就从宁仙池中 站起来看向他 你回来了 另外两位师傅也来了 此时的掩月直接暴怒了 你竟然敢在宁仙池中洗澡 而我看到他发火后不慌反省 生气了 看来是个易怒体质啊 太棒了 看来只能先对不住四师傅 随后我就更加放肆了 我爱干净爱洗澡怎么了 我不光泡澡我还要搓澡呢 果然掩月更加愤怒 紧接着系统声音就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成功激怒掩月 获得九千点愤怒值 鉴于宿主过于无耻 额外赠送神级功法空手接白月 可在一分钟内抵抗任何攻击一次 冷却时间七天 这时掩月用手指着我 你在想什么 赶快给我从池子里出来 文言我直接裸着站了起来 我的举动倒是让蜜月和康静涵很是惊喜 倒是不小啊 很不错嘛 掩月也是半追着看着我 谁让你站起来的 赶紧给我穿好衣服 而我也继续在刺激他 是你让我站起来的呀 我乖吧 怎么样 无二还可以吧 这下被激怒的掩月 直接掏出了他的坟里道 去死吧 然后对着我直接劈去一刀 顿时天地色变 刀器直接化成一只凶兽向我袭来 而我直接展开双手 并使用了空手接白月 轻而易举的就扛下了这次攻击 这一幕恰好也被赶来的大师傅看到 然后对着掩月说道 小月快退下 然而掩月并没有松手法加大的力度 不可能 他只有灵血一段不可能接下这一刀 袁金瑶看到掩月没有松手后 有些微微发弄 本尊的话你也不听吗 回去抄写五百遍清心经 掩月文言顿十年了 这时我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恭喜宿主间接激怒袁金瑶 获得史诗奖励乾坤神体 该神体位于神体堡榜首 增加百倍悟性百倍修炼速度 传言拥有乾坤神体者 终将成为三界公主 女帝袁金瑶也在这时说道 下持成功通过九天截灭阵的考核 从今以后便是我们四人的嫡传弟子 必是苍鸣圣域未来的尊主 此事就这么定了 择日向全宗公布 这时站在一旁的三师傅康敬涵说道 走吧 跟上我们 需要学习的点击为师会为你准备好了 而二师傅蜜月则一脸诱惑地看向我 乖徒儿 以后为师会好好调教你点 主师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坤 咬面上我的四位师傅都是一尘不染的仙子 其实背地里个个都是吃坤达人 但好在我是练习两年半的做坤小能手 刚好能同时满足四位师傅的需求 就在刚刚 来到云烟阁后 袁金瑶坐下说道 正是收徒大典之前就由四妹负责教导下持 什么 让我来 大姐你是了解我的 我不行的 但袁金瑶丝毫不听她的抱怨 正是因为你俩不合才要互相磨练星星 此事就这么定了 这几天你带着下持熟悉一下苍鸣神殿 掩月看到此事没有转机之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大姐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随后又一脸不爽看向我 为小子起来走了 文言我满脸开心地跟了上去 太对了 这个好 爱生气的小豆包 一气一蹦高 走出大殿后掩月就开始带着我参观起来 这是唱书阁放书用的 酒消店 宁司用的 玉阳阁 大姐姐的私人住所 不过姐姐们都说你是气韵之子 我是完全不信的 如果你真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通过考 到时候有你好补 是 灵血一段能接我一招 呵呵 我是恋神之镜 足足比你高六镜五十四节 当我是傻子吗 文言我挠了挠头笑着说道 毕竟我是气韵之子吗 是吗 反正你现在是我徒弟 有的是时间去验证 我倒是要看看气韵之子能好运多久 看着四师傅有些生气的背影 我又渐渐地跟上去说道 师傅女孩子经常生气会提前更年期的 文言也越扭头看向我 什么是更年期 就是一种症状 患此症的人经常脸上暴斗头上秃顶 更严重的还会找胡子大雷变小 还有师傅你的雷本来也不大 再加上你的暴脾气怕是很难架出去 果然在我这一顿输出之后 愤怒值直接加了五千 下迟 我变小之日就是你变短之时 文言我后退了一步 并且拉出了大师傅做挡箭牌 四师傅别忘了大师傅吩咐的事情 小心他又生你的气 掩月很快就忍住了怒 呵呵行啊 这么快就学会用大姐来压我 我看到他的反应后心中一笑 原来他会是在意身材的人了 特别是雷的大小了 反而对威胁没那么在意 拿捏了 然后我就刺激起他来 师傅你雷小不要紧屁股咋害他呀 话音刚落掩月的愤怒值就达到了一万 随后掏出一把巨大的戒指 下迟 谁也留不住你了 我说的 次日清晨掩月早早的就踹开了我的房门 起床了 昨天还没参观完赶紧起来 今天继续 文言我慌忙穿上衣服就跟了上去 次师傅你不会还在为昨天我说你雷小生气吧 我说完之后忍无可忍的掩月 直接把我带到三师傅面前盗住 姐姐这个孽徒我教不了了 康静寒文言摸了摸他的头 他还小 还是个孩子 你就多担待一些 掩月你要切记 修行之人切记心服气躁 别忘了昨天大姐的叮嘱 对掩月说完他又转头看向我 乖徒而勿望尊师重道 明白了吗 此时我乖巧的点了点头 明白了三师傅 随即他来到了我面前 看来四师傅没有带你完成参观任务 那剩下的就由我来带你参观吧 然而在后面的我又开始刺激起掩月来 四师傅你学学三师傅 人家那样才有个师傅呀 你看你 什么都没有 然而这次他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有些不怀好意的说道 好心提醒你一点 你少招惹三姐姐 至于原因吗 嘿嘿 此时我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原因是什么 快说呀 只见他立马看向前方平淡的说道 我就不说 气死你 文言我沉默了 这时狗系统声音也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第一次被气到 此次免责 但以后宿主再被气到会倒扣愤怒之 听完系统的话后我更怒了 干 什么玩意 这是修身养性的辅助功能吗 片刻参观完之后 三师傅带着我来到了烟火院 我看到名字后不禁问道 这是制作烟花的地方吗 而只见三师傅摇了摇头 不 这是让我们感觉到还活着的地方 也是你入门的第一个考核 做饭给我们吃 这时我愣了一下 做饭 师傅你们闭谷以后还要吃饭了 康敬寒点了点头 本来是不用的 吃饭只是享有一些烟火气罢 以你目前的修为和寿命 我很难跟你解释 以后做饭的事就交给你了 大姐喜欢白骨炖昆 二姐喜欢土豆烧昆 我喜欢盐菊昆 四妹喜欢口水昆 康敬寒说完我愣了一下 都爱吃昆 而掩月直接拿了一只昆出来 别傻站着 快去做昆吧 我接过来后低笑了一声 好啊 做昆我太擅长了 师傅你们就等着吃我做的昆吧 面上我的师傅 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但背地里个个都是吃昆达人 但好在我是练习两年半的做昆小龙手 直接给师傅们表演了一首一昆四吃 片刻后我端着四盘昆走了出来 这是徒儿做的全昆宴 师傅们快来试一下怎么样 文言四位师傅各自动起了筷子 一口下去全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还不错呢 很久没有品尝过这么好的味道 阿世烈火 那炙热的感觉扑面而来 宛如凤凰涅盘 这是能带给人无限幸福的昆 吃完昆后 二师傅有些诱惑的来到我面前 小徒弟为师很满意你做的昆呢 文言我露出了微笑 师傅那我这算是合格了吗 嗯合格了 快去吃饭吧 吃完饭后我就回到住处研究起系统 目前来看激怒别人可以获得点数 我被激怒会损失大量点数 这是要做什么 要让我六根清静无欲无求吗 也不知道这些功能什么时候能够解锁 歪系统哥 现在都有什么功能啊 钉线有基础功能商城 我顿时双眼放光 商城 什么都可以买了 有没有我原来世界的东西 比如龙居啊原子弹什么的 宿主你想做什么 我只是好奇是科技狠还是先发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吧 钉友倒是有 兑换相应的道具需要耗费相应的点数 宿主目前是兑换不起的 文言我更好奇了 原子弹和大师傅相比哪个威力更大 就在我遐想之时大师傅走了进来 原子弹你在瞎想什么 听到声音后我猛的一击 大大师傅你怎么来了 难道大师傅也 然而只见原金瑶拿出一张符 原本想在吃饭前把这张幻歌符给你 没想到被你做的坤打乱了计划 此符是成为我四人嫡传弟子的正义 关键时刻可以护你周全 文言我叹了口气 应该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吗 然后我双手接过了幻歌符说道 谢谢大师傅 但原金瑶却突然说道 原子弹没我厉害 有机会可以让你见识一下 你可要努力加油啊 好好休息吧 为师还要去冥想 说罢就瞬间消失了 这下我彻底傻眼了 玄机我没再多想便出门前往藏书阁了 昨天说的藏书阁应该就是这里吧 都怪四师傅没有当好导 随后我便推门走了进去 刚打开门就有一根狐狸尾巴向我袭来 而我瞬间就被缠住飞了进去 紧接着以狗肯尼的帅子完美落地 小徒儿有事找为师 文言我抬头看了一眼 二师傅 是你 怎么 听你的语气 似乎有些失望 我连忙摆了摆手 没有没有 只是我原本想去藏书阁找基本功法学习 但昨天没把路任全走错了地方 不过这里也挺好的 也在我的参观计划之内 我的乖徒儿这么爱学习 让师傅来教教你好不好 文言我往后退了下 哈哈还好啦 我自己学就行 怎么 徒儿干嘛往后躲呀 难不成是我长得太丑吓到了你 没 二师傅偏若惊红婉若犹龙 荣耀秋菊华冒春松 可谓是美人义和利 言若芙蓉花 一顾青人城再顾青人果 而二师傅在我的一顿彩虹屁下 竟然变出了我吧 师傅你的尾巴原来是这样变出来的 蜜月则有些娇羞的说道 哎呀心情一好尾巴就会出现 没想到我的徒儿这么有文采 要不你再夸夸我 要是能让我开心的露出九条尾巴 我就赏你一些大宝贝 什么大宝贝 看到没 柜台上的丹药皆是我所念 有些能顾原养精 有些可以延年益寿 反正你想要什么为师都可以给你 听到什么都可以要吼 我立马站起来装模作样的咳了两声 那徒儿就厚着脸来试试 云响衣裳花响 春风扶兰路滑浓 若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伴随着我的一首诗 二师傅也是成功地露出了九条尾巴 徒儿这诗作的真美 不 二师傅 诗美人更美 臭小子你是在调戏为师吗 说着他用尾巴把我卷了起来 油腔滑掉了 看来得好好教育教育 你什么叫尊师重道 而我则在叫喊着 二师傅先给我奖励再教导 那让我学得更带劲 蜜月文言魅惑一笑 那 说的也是 那就先赏赐你吧 柜台上的红色瓶子 你想要哪个都可以用 啊 谢谢二师傅 可这时他又说到 吴尔干嘛去学功法呀 不如跟着为师好好学幻术如何 九尾狐的幻术可是很有趣的哟 我想都没想就说到 学呀 不睡觉也要学呀 就在我都想好学会之后要怎么完事 四师傅掩月走了进来 二姐姐你在做什么 只见我在他眼中就像个傻子一样 在地上滚来滚去 下次怎么这样了 你不会对他使用幻术吗 西西我不知道呀 我只是在传授他功法而已 你要一起来吗 无必了 混着练功我怕他走火入魔 更何况大姐让我再带着他熟悉一下环境 说着他一脚踢向在地上傻笑的我 给我起来 顿时我就清醒过来 我去 好强的精神力 一不小心就着了二师傅的刀 可惜没能体验到后续有些遗憾 掩月看着我还有些发愣有些不满的说道 你刚刚在幻术里看见了什么 没看到什么就被打断了 然后我转头看向蜜月 二师傅改日请务必教会我换术 必将倾其所有 那二师傅再见 说到我就跟着掩月走出去 但心里还在念念不忘换进你的事 红瓶子随便挑紫瓶子不能动 真好奇紫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弹药 还真是有点小遗憾 你不到的我想要当义补充施 让童言俱辱四师傅做我的媳妇 更是一脸猥琐的想要和他亲亲 就在刚刚掩月有些红着脸看向了我 那什么 昨天你的昆还不错 文言我双手插腰 四师傅你是不是想跟我搞好关系 以后好让我给你做昆吃 跟你搞好关系 不不不 是为师决定不跟小徒弟你计较罢了 这样啊师傅 那就麻烦师傅带我去藏书阁吧 大师傅不是说让你引导我入门吗 我还等着呢 真笨 昨天不是带你参观了一遍吗 这点东西都记不住以后怎么跟我们去 徒儿愚笨 四师傅您多费费心吗 片刻后掩月带我来到了藏书阁门外 这里就是藏书阁 不过我可要提醒你 在外门能看懂点击 但在这里可不一定 毕竟某人才灵血静静 而我依旧笑着说道 毕竟要笨鸟先飞吗 你说是吧师傅 但我没再理会他而是推开了大门 入眼只见三师傅庄严地坐在那看书 于是我走上前说道 三师傅好雅兴啊 然而回应我的只是一片沉默 掩月有些幸灾乐祸地走不过来 嘿嘿 三姐姐专注时是不理人的 跟我来吧 虽然我不常来这里 但是对这里还算熟悉 片刻后掩月在一个书架上翻找着什么 奇怪 我记得我的九离刀法就在这个架子上 怎么找不到呀 而此时的我则有些无语 合着咱俩找了半个时辰 你就是在找这个 咋还好意思说熟悉吗 文言掩月直接怒了 你真啰嗦 你懂不懂啊 先给你拿上 这叫有备无患 呵呵 您还会用成语呢 随后我不小心铁了一眼旁边的角落 看到了一本比较抽象的功法 当我拿起来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功法被人丢在地上 就在这时三师傅从背后贴到了我耳边说道 这本书不可以看哦 三 三师傅 嗯 刚刚在看书 没有注意到你们 手里的书 话还没说完就被四师傅掩月打断了 三姐姐你来得正好 我那本功法你见到没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个架子上来着 现在怎么找不到了 小妹的书吗 是那侧九离刀法吗 嗯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完全没有印象 或许是被人借走了吧 是吗 那算了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有些么 什么意思 明明就在这呀 算了不管了 然后我偷摸的把那本功法塞进了怀里 对了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夏池说要找几本功法 我就带他过来了 三师傅文言转头看向了我 夏池你要找什么类型的功法 文言我慌乱的挠了挠头 我想找几本高阶功法 高阶功法 汤静涵思考了片刻后随手一挥 顿时几本功法从藏书阁各处飞来 这些你先拿去看吧 有什么难解之处可以来问我 结果书后我弯腰谢道 谢谢三师傅 我会安安静静看书的 不会打扰到你 而掩月走过来拉着我就要走 走了 咱们该回去了 三姐姐我这就带他离开 出来之后我有些不满的说道 四师傅你这是干嘛呀 而掩月则是满脸严肃 你刚来听不懂三姐姐的前台词 他那句话就是给咱们下注课令 你再待下去一会就会被他变成冰调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要是不幸现在就可以回去试试 被他冻住还好说 但他还总是忽略他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到时候我可不来救你 我之前也提醒过你少去招惹三姐姐 尤其是他要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 还有我写错别字的事情 你要是敢宣扬出去 我就把你考到两面金黄洒上 自然扔到妖兽之身去 文言我又开始激怒他 让我保密可是有代价的 不然我一不小心传到所有人耳朵里 可就难看了 好啊 你给自己定了死期 那我不会拦着你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激活任务系统 本期任务通过内门考核 成功奖励天接功法或宝具意见 失败接受未知惩罚 随即我思考起来 通过内门考核 还得靠怒火之提升境界来的 可是在这好像没有其他人 不行 我得想办法回到山下 而掩月见我没有回答 他于是用手指着我鼻子说道 你是不是不意不听我说话 没 因为我突然悟出了一个事 大师傅安排得太完美了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呵呵呵呵呵 下持你是觉得我耽误你修炼了 我也继续挑衅着说道 徒儿不敢 徒儿只是觉得 似师傅你过于青春期猛动 这下掩月彻底怒了 直接抽出了他的大砍刀 我让你胡说八道 下持既然你这么爱修炼 那为师今日就将这刀法传授于你 试炼刀法为掩月九霄离火第一集 接招 我看到这情况立马大声喊道 师傅等一下 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掩月收住了大砍刀道 打什么赌 见此状况我松了一口气 差点玩脱了 我要参加一个月后的内门考核 就赌我到时候能否参加吧 下持你可知道成为内门弟子最低 都需要远海径修为 你这已经不是好高骛远了 简直就是脑子被驴踢了 四师傅我看你是不敢跟我赌啊 呵呵 这种必赢的局我为什么不敢 不过我想知道条件是什么 我若是看不上这条件 那为师还是继续教你刀法吧 而我胸有成竹的说道 不如这样吧 再加一条 我若是没能通过内门考核 便离开苍鸣圣 如果我赢了 四师傅你就嫁给我当媳妇怎么样 什么 怎么 师傅不敢赌了吗 掩月此事看着我陷入了沉思 这个登徒子不会破九天截灭阵 伤到脑子了 这事我又说到 师傅离开苍鸣神殿 是不是只能从玉天梯走下去 对啊 怎么了 嫌麻烦了 不是 师傅我现在下不去了 要不你送我一程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就要亲我未来的媳妇了 下迟 你给我去死 说着一脚把我从苍鸣神殿踹了下去 但师傅喜白白被抓了现行 但他并没有怪罪我 反而赤裸着来到我面前 奖励我给他穿上衣服 就在刚刚我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落地后 曾经经常欺负我的李元欣 李元欣立马走了过来 要这不是废物下持吗 不是破了九天截灭阵吗 怎么还被踹下来了 文言我乐呵地看着他 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呢 难道是因为你连阵都破不了吗 有这闲工夫还是琢磨琢磨内门考核一事 就你这修为恐怕连报名都不够资格 在我一顿输出后 李元欣和他小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愤怒制 系统伤成功能随之解锁 买了一瓶肥宅快乐水的我正打算离去 谁知李元欣从背后直接向我袭来 感受到杀气的我直接单手挡下 期间还潇洒地喝下了肥宅快乐水 随即灵血七重的修为一展无影 李元欣看到后有些震惊 你竟然灵血七重了 这怎么可能 呵呵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苍鸣四仙将你赶下山的补偿 不过虽说我境界不如你 但本少爷可是天刀蒙的少子 下持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来求饶的 说着他就当着我的面磕起了药 瞬间他的修为就达到了灵血九龙 下持受死吧 让我把你扎成肉酱屈辱的死去吧 就在他即将打到我时 一片花瓣突然凭空出现 李元欣瞬间就被定格在原地 紧接着我那妖娄妩媚的二师傅走得出来 我苍宁圣玉的戒律不得对同宗师兄出手 看来大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呀 在圣玉里天刀蒙不要太过分了 这次就小小的惩戒你一番 随即御守在李元欣头上轻微一点 顿时一个空间裂缝出现 李元欣随之消失在裂缝中 收拾完李元欣二师傅转头看向了我 小迟迟的胆子可真大呀 不怕被打死吗 而我则靠到了他耳边小声说道 二师傅我现在扮演的是 被苍鸣四仙踹下神殿的落魄外门弟子 您出手的话我的计划就泡汤了 我刚说完蜜月就一把推开我 怕跪在地上伤心的说道 吓死我的心好痛啊 而围观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后顿时怒 竟敢让我们的蜜月女神哭泣 你还想不想活了 女神刚刚才救了你 你现在竟然恩将仇报 这时蜜月也一脸俏皮的看着我 乖图儿怎么样 为师演得好吗 快快快 还需要为师做什么 此时我有些汗颜 已经够了 不需要演了 文言蜜月有些失望 这就够了呀 那就扶为师起来吧 而当我刚扶起蜜月 他就撞进了我怀里说道 可是为师还没有完够呢 下一秒就见他衣衫不准的哭喊道 不活了不活了 图儿非礼师尊了 众人看到后彻底怒 顿时超出家伙冲了上来 兄弟们冲啊 为蜜月女神报仇 见此状况我拔腿就跑 片刻后我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 呼 不行 怒火系统只会让我树立越来越多的敌人 必须精打细算所有点数才能扩绝 否则早晚会被这群韭菜给刮杀死 就在这时一声声水声从不远处传来 我这才查看起周围的环境 这里是外门藏书阁后山的必忧坛 我怎么跑着来了 就在这时坛中传来一道声音 谁在呢 还没等我说话里面的人就裸着走了出来 下池 你过来 你来此处做什么 文言我立马跪下说道 无而无意闯入 不是故意要偷看的 三师傅一脸平静地面对着我说道 这是为师的冥思之地 擅闯者会有惩罚 文言我头低得更低了 三师傅天冷 您还是快穿上衣服吧 可谁知三师傅下一秒说道 那就惩罚你帮我把衣服披上了 说着就把他的衣服送到了我手上 给我穿上吧 随即我咽了口口水沾了起来 贴心地帮三师傅穿上衣物 听演乐说你要参加次月的内门考核 是的 你已是我四人的清传弟子 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文言我挠了挠头 我不想被人质疑 我想通过考核来证明自己 这样啊 我知道了 你走吧 擅闯禁地之事我会帮你保密的 那徒儿这就退下了 离开必忧坛后系统声音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今天达成 激怒外门一千弟子成就 现已解锁未免穿越功能 而另一边的李人心 掉进了某个不知名山洞内 下池你给我等着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变突了也变强了 别人几十年大成的功法 我仅用了四个时辰 并且还纠正了其中的错误 此时灵修殿中 姓名境界长度 文言我有些羞涩 讨厌 大庭广众的多让别人自残行贿啊 下池灵血七重五寸半 张执事一愣 啥 是无耻半吧 灵血七重就去二层吧 实在扛不住就出来 不要硬撑 否则轻则残废重则暴体 二层啊 会不会太简单了呢 我下个月要参加内门考核 至少要提升到远海境才行 文言张执事看向了我 去年内门考核的第一名 最多也就挑战第三层 你才灵血七重还是保险点号 别因为提升境界丢了小命 这时李原新的狗腿子也走过来 呦呦呦 就你这废物去二层都是给你脸了 被四仙抛弃也不至于寻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你们少说两句吧 他跟咱们可不一样 咱们可是一不一个脚印爬上来的 话说我长得可真美 文言我转头嘲讽道 那你们可真行 这么多年了还在灵血井 还有你张帅帅 可别照镜子了 别再把镜子给吓着了 但令我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并没有生气 反而嘲笑起我来 呦呦呦 这废物说不过咱们就想人身攻击 他不会真的以为咱们会跟他一般见识吧 不会吧不会吧 你懂个屁的审美 我们帅帅这叫性感 而我陷入了世话之中 这才几天韭菜就搁不动了 以后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未面穿越功能激活 即将传送宿主至雷堵山 下一秒我就穿越到了一个和尚身上 灵魂替换成功 以为您同步圆主记忆 龙十八部未来灵鹫公公主虚竹 本次穿越目标累积五千点愤怒之 此时圆主无意之间破解了棋局 正准备传承北明神功 只不过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而我完全忽略了系统的提示 只想着学会了北明神功 就可以进入灵修殿的十八层 片刻后当我看到无牙子后 立马贴了上去 我的好师父 我是你的乖徒儿小竹竹啊 而他却是一脸的嫌弃 竟然是个丑和尚 吓死宝宝了 也不知道长得丑 会不会影响北明神功的发挥 爱怎么会这么丑呢 此时我也回怼起他来 原本只是听闻过前辈的名号 现在见了真人才知道好如其人啊 你个小徒驴展开讲讲 我一直琢磨你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想明白了 原来是无牙子啊 什么 死徒驴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老头北强喝粥 你这个死徒驴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看到他如此愤怒后我有些慌 把他气死了可怎么办 得先把功法的事问清楚了再说 然后我站起来说道 咱们从头捋捋啊 我破了你的棋局 是不是应该传功于我 等传功完了 咱们再说老头北强喝粥的是好吧 无牙子看了一眼地上的书说道 就在那 慢慢看吧 不过老夫都练了几十年才大成 像你这种资质 若是要学会恐怕要三十年起 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丑突驴的话 老夫可以直接传功给你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伸出了四根手指 就你这破功法四个时辰足矣 无牙子听到后顿时大笑起来 四个时辰 你剃肚的时候给脑子刮伤了吧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傻话 呵呵 怎么 你不信 那一会我学会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如何 呵呵 别说一件 实际我都答应 那一言为定 下一秒我就爆发出了北明真气 无牙子顿时无语了 卧槽 这特么的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 四个时辰后 我在原地飘了起来 此时的无牙子已经震惊得无话可说了 飘飘飘起来了 没人来管管啊 我怎么不知道修炼北明神功还能漂浮 就在这时我睁开了双眼 俺学会了 另外你有很多地方写的不对 我都给你优化了 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给我下个读试试 无牙子听到后随手一指 不用那么麻烦 你直接劈开石桌老夫便可判断 那你可要看好了 随后我一掌拍下 小山头瞬间倒塌 怎样老头 我没骗你吧 无牙子也是满脸震惊 这小子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呀 斗宗强者恐怖如斯啊 想到这他咳了两声 老夫答应的是自然不会失言 文言我立马贴了上去 既然老头你这么爽快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 老头被强喝粥的意思呢就是 卑鄙无耻下流的意思 而无牙子又怒了 你这骂人怎么不带脏子呢 更何况我怎么就卑鄙无耻下流了 嗯是吗 先喜欢同挑云 害得人家走火入魔后 移情别恋里秋水 又心心念念人家的小妹 这是你干的事吧 是 所以我这不自责吗 都把自己关在山洞里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们三人认错 后宫不是你这么开得懂啊 第二个是 我有个好兄弟叫乔峰 出去后你要好声罩着他 别让他做傻事 至于第三件吗 以后就说是因为我长得帅 所以才传功给我 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你乌鸦子面子 什么 这个不行 其他的都好说 呵呵 果然是老头被强喝粥实锤了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赌奸赌扎不赌赖 行行行 答应你我这该死的眼孔 也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美完成任务 五秒后传回主世界 请做好准备 当我一时回到自身时 发现时间并没有流动 这让我激动起来 多穿越几次 岂不是能走向人生巅峰了 随即我看向了他们几人 谁说我要去第二层了 我要去十八层 什么 十八层 哈哈哈哈 既然你想死 那我们也不拦着 孙执氏也在劝我不要那么鲁莽 也为了一时一气 断送了自己的修炼之路和命数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道声音 给他登记 紧接着一位身穿红裙的女子 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外门林长老 修炼之路本就艰辛 他既然主动提出挑战第十八层 想必也做好了准备 孙执氏叹了口气 给我做好了登记 去那摘星台上吧 片刻之后 便会将你传送至第十八层修罗殿 当我到达修罗殿后 灵修殿便出现了我的头影 下持你打算如何应对 一百八十倍的灵压吗 既暴躁的四师傅 没想到还有娇羞的一面 竟然还会担心 我这个想要充施的腻力 就在刚刚我来到修罗殿后 发现画面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院中之警 倒像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而且传说中的修罗殿主 竟然是一个小女孩 见我进来后 他看着我问道 考验者 苍明圣域哪门的弟子 境界如何 文言我乖巧地回答道 家世苍明四仙 修为骂目前是灵血七重 原来你就是四仙刚收的那个徒弟 怪不得灵血静就赶来修罗殿参加考验 跟我来吧 片刻后我站在了一处擂台上 紧接着就有一层水墓将看台围了起来 看台上的这些小家伙都是我的宝贝 他们承受不了灵压的伤害 所以只能委屈你在这水龙之中进行考验了 考验分为四段 灵压叠加为三倍六倍十二倍十八倍 每一段考验必须全数通过 才会带来境界的提升 中途退出没有任何收益 文言我问起了狗系统 北明神宫可以作用于灵压考验吗 紧接着系统声音响起 可以 但北明神宫的发动时间间隔为两分钟 且发动后系统其余功能将冷却一个时辰 修罗店店主坐在高台上看向我 准备好了吗 又开始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准备好了 当前还是提升修为最重要 掐好技能时间和使用方式应该问题不大 随之一道声音响起 一段断肠琵琶 琵琶金翠雨 弦上黄音雨 话落就有一个水源凝聚在我前方 接着就散发出三倍灵压向我吸取 但我轻而易举就扛住了 继续 只见莲花伸出手指道 二段青山莲布 落花绕树一光影 回血从风暗有情 这一段刚开始我就承受不住的跪响 这是六倍 这时狗系统的声音也为我解释道 第二段的六倍是基于第一段的 顿时我就暴怒了 沃德发你他妈的不早说 紧接着我就运转了北明神功 瞬间就将这段灵压给吸收融化 什么 四仙的徒弟的确有些本事 我更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如何 可以开始了吗 文言我立马装作一副肚子痛的样子 我好像闹肚子了 能先方便一下吗 因为我刚算了一遍三段实际的灵压 竟然是216倍 想拖延一下时间等CD 不然第三段刚开始我就得隔屁 然而他满脸嫌弃的说道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了 想出宫就出宫 给我憋回去 继续考验和出宫你只能选一个 此时我尴尬的笑了笑 考验 我选考验 画落便只见他闭上了双眼 肖管曹鹤 烈石穿云 玉管一横倾邓结 接着第三段灵压就扑面来 虽然没能够拖延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拥有乾坤圣体 已经摸透了北冥神宫的用力 而我也感觉到刚刚用北冥神宫 吸收的力量变得异常澎湃 无论画弓大法还是斗转心灵 都是根据北冥神宫演画来的呀 乌鸦子前辈虽然你写的弓法错误百出 但也是绝世天才 百川会海海冠百川 以比之道环势比身 虽然吸收的力量到我体内变成了阳术性 但终究也是同源的力量 我只要撑到两股力量融合 就可以化解这段灵压了 看着我吃力的样子连话也忍不住劝阻 下吃何必为了一次考验丢了信物 只要你现在说结束 就能免受灵压压迫的痛苦 再不喊停你真的会暴体而亡的 然而他当说完擂台上的 我就融合了这两股力量 随后砰的一声 那股压迫感顿时消失不见 见我破了这一关后 他直接飞了起来 你还是人吗 这怎么可能 另一边灵修店中 演乐也在偷偷观看我参加考验 下吃你不会死吧 不对 演乐你是来看他笑话的 他死了才好 那种慕吴师长随地洗澡莫名其妙的家伙 才没有资格 他不会真要死吧 为了一个赌约没必要拼成这样 难道他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娶我 他自知自己身份低位没资格娶我 所以才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啊怎么会这样 想娶我就直说呀 被四仙之一的我拒绝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此时修罗店店主心情平复后说道 能破九天截灭阵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是运气成分居多还是实力居多 第四段自然能见分晓 而我却突然说道 你是不是打不过我四十分 话落他直接怒了 啥 我不如掩月 开什么玩笑 那臭丫头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 而掩月也是满脸羞涩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我 真是太难为情了 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你我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这边连话依旧愤怒地说道 下持你最好谨言慎行 一个没人要的野丫头 怎敢和我相提并论 我看到他发怒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又可以收割了 有没有人要不是你说了算 我说的当然算 谁乃是万物之源 我看得比你清楚 文言我惊呼起来 又你还是个偷窥狂呢 一针是下流 被我说中了吧 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我似师傅就不会这样 人家可开得起玩笑了 等我从这里出去 我就要把你的真面目传遍世界 我说完气氛顿时变得安静起来 随之连话笑着说道 本来我还想留一丝慈悲给你 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 而我只是在心中默念头 还有五秒 那就在第四段考验的基础上 再加上本座的特殊考验的 水灵斩 四秒 以汝之鸣 三秒 以无之身 两秒 三千弱水 一秒 富浪惊涛 丁恭喜宿主成功使用空手接白刃 下一秒只见我举起手臂 夹住了披下来的那一件 然后微微用力 凌厉的攻击瞬间化为水珠消散 哼 花里胡哨 陆罗店店主竟然穿着不同制服让我观赏 还贴心地询问我的意见喜欢哪套 然而身为证人君子的我当然全都喜欢 就在刚刚我的修为 直接达到了远海三界 见状连话惊讶地直接坐在了地上 这怎么可能 随后我满脸猥琐地来到了他面前 哈哈 不过如此 修罗店还不是徒友虚名 谁料他直接大哭起来 你欺负人 乌娃娃 我直接慌了 你别哭啊 我怎么拧了 话说女孩子要怎么哄啊 然后我打算从系统商城内买一些东西来哄啊 然而商城还在冷却时间内 只要完成一个快川挑战就可以缩短冷却时间 文言我果断选择了参加 不赶紧哄这丫头非得把修罗店给淹了 下一秒我就传送到了唐伯虎家 并且此次的任务是征服八个媳妇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一群女人正在玩游戏 见状我立马扑了上去 各位娘子伯虎来啦 征服八个媳妇算什么挑战 分明就是送福利 娘子们玩多大的 怎么 相公今日怎么有兴趣陪我们姐妹几个打麻将 文言我认真的说道 以前年少无知 今日才开窍 有美人相伴 还有众多娱乐活动 当什么9527 哎呦胡了 哇哦相公琴棋书画那么厉害就算了 没想到麻将也是如此得心应手 和八位娘子大战三百回合后 他们都浑身无力的瘫软在地 相公你为何如此勇猛 哈哈在打麻将方面我还是很有天赋的 要不娘子试试别的 在别的方面我也很厉害 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挑战成功 三分钟后将传送回修罗店 文言我懵了 三分钟 这个世界我还没带够啊 娘子们相公有个急事请求帮助 就是怎么哄一个女孩子开心啊 尤其是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 当然是给她做美食 不吗 当然是送给她漂亮衣服啊 就在这时一本书从我背后扔了过来 拿着 你自己写的书都忘了吗 我接过后露出了惊讶之色 靠 真是个好宝贝啊 接着我就传送回了修罗店 很好 让我看看追女36G是否有效吧 然后我来到莲花面前单膝跪地说道 宝贝 再哭眼睛就要肿了 其实在考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了解你 并没有真正的气氛 你看我选了几套特别适合你的衣服 要不要试试 莲花有些感动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衣服 文言我深情默默地说道 回头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那片鱼糖我给你承包下来了 我之前只是用错了方式方法 请原谅刚刚的我过于直接 莲花顿时开心地跳了起来 那我去换衣服 你在这里等我不要离开了 片刻后莲花便换好了第一套衣服出来 而我看到后爷忍不住地咽了下口水 莲花见我没说话有些紧张地说道 你怎么不说话 我第一次穿这种类型的 是不是不好看了 文言我竖起了大拇指 那个还不错 别的也换一下了 下持这个裙子怎么这么短呢 会不会不太好啊 文言我连忙解释道 不短不短 这件衣服就是这样的 你看多适合你啊 那这套呢 你喜欢吗 喜欢喜欢 太喜欢了 这个黑色的呢 喜欢啊 你看黑丝多适合你 那最后这套呢 更赞了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下持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吗 嗯 都是送给你的 下持你对我真好 我最喜欢你了 既然你送了我这么多好看的衣服 那我也回赠你一些礼物 跟我来 片刻后我来到了她的闺房 你在这里等我片刻 我先找找 啊找到了 这是我母亲赠予我的礼物 我如今用不上了 便送给你当作酬谢吧 此戒名为海纳百川 乃是圣洁法器 可以消除对方灵压带来的压布 虽然圣洁法器 需要通虚之镜才能使用 但此法器有我母亲的祝福 可以跨境使用 既然店主成心相赠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我接过后 她有些面露难色的说道 那个 嗯 怎么说好呢 文言我看向了她 咱们是朋友 店主有话直说就行 朋友 你已经将我看作朋友了吗 我原本还想问问 你能不能跟我做朋友 既然你把我当朋友 那这个送给你 以后若是遇到危险 直接在心中默念三生我的名字 只要有水存在 我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话若我就被传送出修罗店 回到了灵修店 灵执师看到我出来后 立马走了过来 下次恭喜你通过了灵修店的考验 同时也拿到了 内门考核的资格 内门考核我会好好关注你的 多谢灵执师看中 另一边 眼月见我出来后 也回到了云烟阁 我回来了 二师傅蜜月 见她满面春风的有些好奇 有这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心情怎么这么好 眼月一屁股坐下来说道 亲眼看到莲花这丫头吃瘤 当然心情好 简直是如沐春风 你去灵修店做什么 当然是看下吃 啊没什么 呵呵既然说漏嘴了 就索性都说了吗 在姐姐面前还藏着掖着 姑娘可真是长大了呢 眼月有些慌乱的说道 那家伙莫名其妙的挑战修罗店 我怕她死了 因为大姐姐嘱咐我当她入门师傅 我可没别的想法 我没事的 你这个年纪有点别的想法也很正常 脸红什么 一台火爆的四师傅竟然要给我当老婆 就在刚当四师傅刚洗完澡我就走进来 师傅你不会又再写武功立即吧 快让我看看 说着我就把她手中的小册子抢了过来 打开后才发现原来是师傅私藏的少女们 讨厌 还给我啦 对了 恭喜你拿到内门考核资格 那个 那个你也不必在意打赌的事 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的赌约 只想着脱掉衣服去宁仙池里泡走 眼月见状羞红了脸 太快了吧 我有些疑惑 快吗 我平时脱衣服都是这个速度 然后我就跳进了池子里 毫不知情的眼月还在那辈子我说道 至少要先拜堂 虽说我愿赌服输 你还为了我对付莲花那丫头 但怎么说我也是你师傅啊 师徒恋 哎呀 不行 我得问问大姐姐他们怎么想 就在这时我光着上身站了起来 这凌鲜池果真鲜皮 只片刻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文言言乐转过了头 看到我那健壮的腹肌后心跳不由的加快 我这是怎么了 就在这时二师傅走了过来 四妹是在带小徒弟修行吗 这刚通过修罗殿的考验也不歇息 阿二姐姐有事找我 是找你们 后日收徒大典有些事需要提点你们一下 大典那日六门门主接会到场 整个苍鸣圣域在大姐的维持下保持着平静 但四仙收徒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况且你还未正式入门便通过了修罗殿的考验 所以收徒大典时为是希望你藏桌一次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便到了收徒大典当日 李元欣的狗腿子们也在期待着我出城 等着看我的好戏 片刻后六位门主便七七到来 风玉门不配灵看着雷玉门的波测说道 郭门长怎么每次见你都黑着一张脸 是不是你们伙食不好营养跟不上 我风玉门的厨子不错 要不借给你用用 部门长你也不看看今日是什么场合 还是少开些玩笑 不就是四仙收徒吗 这事也不稀奇吧 可这新收的徒弟未免太高掉了些 这样的人早晚会给苍鸣圣玉惹来麻烦 就在这时一声高鹤声传来 四仙驾到 都坐下吧 我一向不喜欢繁文入节 所以那些麻烦的过场就算了 这事我从下面走了上来 小徒下持拜见四位师傅 拜见六位门主 哎呦呦长得倒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有一中人 不如入坠到我风玉门吃香的喝辣的 男人还是要晒黑点才阳刚 小家伙细皮嫩肉的不够也闷 呵呵 你们水域门门徒那么黑 老娘都识不下咽 我就喜欢长得白的 这时郭策大声呵斥道 大殿之上何等威严 李展女帝坐镇之处 岂能容你两人喧哗 话若她来到了我面前 我们六门星向四仙 当提防一些来路不明的人 以防止破坏四仙的凝义 听说你轻松破了九天截灭阵 前两日更是通过了修罗殿的考验 不过老夫想不明白 一个灵血镜的外门弟子 是如何做到 文言我装傻的说道 小徒不懂 大师傅袁金瑶站起来说道 各位今日也见了下识 若是有一律便 由内门考核见分晓 如此也好 只是参加内门考核的 都是这三年来最为突出的弟子 到时候的压力恐怕不小 若是那时候被逐出师门 岂不是犹如四仙之名 文言我严肃的说道 四位师傅六位门长请放心 到时候我定会通过考验 那老夫等着 那收徒大点就开到这里 还是大家搓两圈麻将之后再散会 散会之后布佩玲追上了锅策说道 锅门长走这么快干嘛 我知道您喜欢读 但我还蛮看好下识那小子 所以想跟你赌个宝贝 你觉得那小子能通过考核 谁知道呢 玩而已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内门考核前半个月 此时在天上的我从马车上望去说道 这好像属地 就在其他几位师傅疑惑属地是哪时 大师傅突然说道 属地之人是不是喜好吃麻辣 大师傅你怎么会知道 此时我有一种猜测 大师傅难道也是穿越者 毕竟上次他还说过原子弹 就在这时演乐直接给了我一招 发什么呆呢 一会到盘山庄跟我过两招 这时二师傅来到了我面前 早些日子你说让为师教你换术 为师特意为你定制了几套 你可要好好学哦 学不会是有惩罚的有 嗯好 我一定好好学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种惩罚 随后蜜月看向了演乐 前些日子你俩是不是有些话还没说完啊 说 说完了 早说完了 经二师傅的提醒 我想起了赌约的事情 然后满脸坏笑的看向演乐 四师傅你什么时候履行赌约啊 大师傅这时也说道 即便是师徒也要愿赌服输 片刻落地后我就被演乐追杀而逃 而三师傅突然靠在了二师傅身上 并且身体上还浮现出许多冰霜 大姐三妹又发作了 袁金瑶健壮运用灵力封住了她的情况 蜜月你留在这里看护演乐和夏侍 我去宋静函去东汤谷休养 片刻后蜜月抓住了演乐 好了好了别闹了 别忘了咱们来这的目的 一大姐姐和三姐姐呢 静寒又发作了 大姐送她去东汤谷呢 就在这时我走了过来 大师傅和三师傅呢 哦他俩突然有点别的事 我看着两位师傅说完有些不正常 还没等我接着问四师傅就把我拉走了 走咱们去院中过两招 见此我也确定了果然有问题 不过早晚我都会搞明白 片刻后演乐将境界压制到了与我同街 然后拔出了一把刀放在我面前 这刀是为师送你的小礼 名为天目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一段时间后我无力地躺在地上 师傅我不行了 演乐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虽然将天目赠予你 但刀会选择主人 不过以你现在的表现还没资格当他的主人 文言我单膝跪地看向他 次师傅请传授我酒消礼物 但演乐却羞红了脸 本来就要传授给你的 你突然这么认真干什么 这时我突然抓住他的手 含情默默地说道 师傅教我 方才你那招简直帅爆了 演乐猛地抽回了手 你先练好基础再说吧 还有干嘛突然抓人家的手 人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出去一趟 你自己练习吧 在他走后 二师傅从背后扑了上来 我的徒儿好棒啊 刀也练过了 接下来为师带你学学幻术 啊现在恐怕不行 怎么了 刚才练刀不会伤到肾了吧 不是 是扭到腰了 这样啊 为师治疗跌打损伤的药多整 正好让你试试我新炼制的丹药 因为我幻想和师傅们黑黑黑的事情 二师傅就传授我幻术功我实现 就在刚刚我从二师傅房内出来后 就收到了新的系统任务 保护圣地之都使者功墨 随后我便前往了任务地点苍蓝村 此时一个房间内功墨正在和两位侍女玩游戏 这时房门被敲响 一个丫鬟走了进来 老爷这是收上来的钱财请您过目 功墨收起来后扔给他了一块银子 赏你的 小姑娘的皮肤果真跟牛奶一样丝滑 片刻小铃铛走出来后 在树上的我立马追上了那位姑娘重点观察起来 毕竟一个被欺负的可怜少女 就是一枚不定时的栅栏 就在这时四师傅从天而降来到了我面前 我见到他后有些疑惑 四师傅你怎么来了 哦大姐姐让我来保护一个叫公墨的富商 走吧先去保护那个公墨 随后我和掩月来到了墙边等待 咱们守住待兔 到时候手起刀落早些回家睡觉 话落掩月突然看向不远处的角落 然后一刀劈了过去 紧接着一个男人出现在原地 没想到连隐身照的存在都能感知到 这就是苍鸣四仙吗 被吵醒的公墨也带着两名保镖走出来看热闹 然而那个男人直接对着公墨冲了上去 狗贼去死吧 而两名保镖也是尽职尽责地站了出来 男人钱财替人消灾 先过我们二人这一关 掩月正式飞到了墙上说道 要分先来后道吧 咱俩先来练练手 男人文言直接双手结印 万花镜 顿时院内充满了迷雾 等到掩月将迷雾批散时院内 全是那个男人的气息 隐秘了片刻后 他突然从对后杀向公墨 掩月也是第一时间拦住了他 但没想到的是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了掩月身后 并且一刀向他砍去 掩月瞬间闪现在他身后 别动 乱动的话会死哦 男人也暗叫不好 居然是境界压制 但随即他冷笑一声 看来你只是身体反应 迅速脑子却跟不上 话落他就消失不见 这时在一旁看戏的 我也发现了不对劲 刚刚释放的技能 不仅仅是扰乱事情 竟然还是分身 另一边保镖见状 直接迎了上去 并且在三人的激战中 男人的分身还在增加 保镖见状立马怂了 兄弟我们二人只是拿钱办事 现不在于你争斗 你一定要让公墨 再也说不出话来 也省去了我俩的后顾之忧 话落两人就跑路了 两人走后 在一旁吃瓜看戏的掩月 不得不又站了出来 打算接着吃瓜的 我却被告知 要亲自保护公墨 才算任务成功 于是我过去 把四师傅劝说了下来 男人看到我后笑了起来 既然你执意阻拦 那死于我刀下去的地府 可别厚我了 但我丝毫不慌 直接找系统对话了 多重引分身之术 是时候施展真正的技术 真砍迪斯花里胡哨之术 顿时出现了一大堆分身 将它围了起来 咱们上了 接着我又使出了无敌精神 与它消耗了一波后 又动用了悉心大法 被折磨的男人动了真额 从我背后偷袭过来 就在这时掩月的声音响起 我觉得你有点得意忘形了呀 跪下 接着就有一笔剑 射中了它的脖子 小铃铛有些委屈地 从门外走了进来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落脚点 你不能毁了它 那只剑上有剧毒 你死定了 什么 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倒下了 眼月上前检查了一番 真的死了 公莫文言大笑道 快把这个臭鱼烂虾扔出去 别脏了我的院子 但我却有些疑惑 因为系统任务并没有完成 片刻后乱葬道 坎迪斯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不会真的死了吧 男人突然睁开了双眼 这场双簧差点玩砸了 没想到被锁了静姐 扶我一下 经过这一次 我已经知道如何对付眼月了 倒是那个少年 静姐虽低但处处透露着诡异 走吧 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除掉公莫是唯一的目标 当铃铛回到大院时 我拦住了他 尸体处理好了 铃铛闻言有些慌乱 那已经 已经烧了 烧了 不是说扔在乱葬岗吗 我怕他突然醒过来 所以就烧掉了 这样啊 烧了也好 在他走后我心中暗跑 身上一点烟熏味 没有却说自己烧了尸体 呵呵 被轻看了呢 片刻后我对着眼月说道 师父我觉得坎迪四汉活着 制造假死也并非难事 毕竟他被你封印了静姐 小铃铛可以很轻易地射中他 眼月有些生气地说道 这小丫头竟然敢戏弄本作 我定要把他吊起来的 见状我拦住他说道 他不会在此时杀公莫 根据今晚的表现 他们是打算演艺出戏 让公莫相信小铃铛 所以公莫暂时是安全的 这样啊 咱们先走吧 我在公莫房子里 留下了一枚传送符 有什么事可以立马传送回来 带你来这就是为了修行 到时候可别喊哭喊泪扰我们心烦 哦对了 三师父是不是生病了 严重吗 他好的很 说罢便关上了门 明天见 晚安 白晚安 说起三师父的事 他就一脸慌张 脸还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肯定出事了 就在这时一条狐狸出现在我脚下 见状我对着狐狸说道 二师父你怎么还没睡 然而回应我的却是一片沉默 小迟迟你在做什么 啊原来这不是二师父变的呀 他呀 他是我的灵魄 你和掩月今日做什么去了 似师父奉大师父的命 去保护一个叫公莫的胖子 原来如此 那任务完成了吗 完成一半 对了二师父 修行课要算是旁门走道吗 这要分情况 怎么 是觉得修行太苦想走捷径 为师这里的确有些丹药服用之后 可以短时间内提升几段静静 还有一些丹药可以重振雄风 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文言我挺直了腰说道 目前徒儿还不需要重振雄风 徒儿雄风常在 哈哈哈哈 那为师还真想见识一下徒儿的厉害 明日上午演乐教完你后 我再教你幻术 好好睡一觉吧 明天一定会很累 幻术可是很好玩的东西哦 次日经过一上午的修炼 我成功掌握了天幕 随后二师父就拉着我去学习幻术 师父我学到什么程度算出师啊 文言蜜月看向我说道 等你的魅术能迷惑住为师时 便可以出师了 莫玉姐三师父竟然把我抢稳了 甚至还躺在我怀里 与我贴贴询温呢 就在刚刚 二师父抱着一个盒子 来到了我面前 这是我离开青秋之时 胡弟赠予我的礼物 今日我赠予你 与你发毛相容之后 便能与九尾胡族结地契约 以后修行幻术 便与我等无意了 你既然成了我的嫡传弟子 早晚也要继承为师的所有一波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 为师还未曾为男儿梳过头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便告诉我 片刻那缕毛发便与我融为一体 好了 以后你修行幻术 便能行云流水浮摇直上 文言我转头说道 谢谢二师父 接下来为师便开始正式传授你幻术 瞬间我就进入了另外一片空间中 在此幻境中你我心意相通 只需跟随我的指引观察我的行为 便能吸得幻术 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跟我一起想象吗 练习结束后 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进行尝试 不一会便用意念操控物品挑服了起来 见此一幕当场我就大笑起来 要是当初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学习方法 我就不用在清华和蓝祥之间徘徊不定了 就在这时大师父过来了 大师父你回来了 三师父还好吧 他在东汤谷休养 晚点我再回去看过他 我这次来是给你送此物的 此物名为碎尘神接法器 启动后会通往另一处空间 那里的时空流速是外界的五千分之一 文言我接了过来 多谢师父 有了这个神器我一定会拿下内门考核的头床 那好 两天后我再来看你 在大师父走后 我就迫不及待地启用了碎尘 现实两天后 我已经在碎尘内部度过了27年 修为突破到了初校期段 是时候出去了 毕竟大师父今日还会来找我 当我出来后 三位师父都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压小迟迟你变化真大 对我们来说不过两日 还真有点不适应呢 竟然突破到初校期了 真是不可思议 既然已经到了初校期 那么接下来的修炼便会容易些 明日你三师父回来后 再安排你后续的修炼事 就在这时 四师父大叫一声 不好 我留下的传送符有一朵 我得去公墨那边看看 说罢他便抓着我朝公墨家赶去 当我们赶到后公墨 已经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又见面了掩月仙子 世人皆知苍鸣 四仙世人君 我最后请求你们 让我带走公墨 文言掩月说道 不可能 在完成任务前 不可能让你带走他 既然如此那就打 剑撞我直接朝公墨跑去 想要把他拉到一边 却没想到小铃铛 突然出现拦住了我 秘技 天水一色 顿时无数水晶将我包围起来 剑撞我闭上了双眼 呵呵 幻术罢了 当即运用二师父所交的 开始寻找他的真身 找到你了 然后使用九离刀法劈了过去 砰的一声 小铃铛手中的刀 直接震飞出去 他也顺势跪倒在地 坎迪斯剑撞冷冷地说道 竟然落入了下风 看来只能攻击短板了 说罢他出现在小铃铛身边 三天气海向掩跃戏剧 掩跃仙子 带着重伤可以骗过那傻小子和小铃铛 但是你骗不了我 小铃铛就是现在 瞬间小铃铛和他就互相置换了位置 坎迪斯出现在了掩跃身后 一击击中了掩跃 原来体内有璀璨冰魄之力 难怪境界掉得这么厉害 见掩跃有危险 我毫不犹豫地动用了大师傅给我的换歌服 顿时一股强大的威压扑散开来 随即单手举起 一掌落下坎迪斯承受不住的跪倒在地 都结束了 说吧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小铃铛激动地说道 我们只是想回家 公墨切断了圣地之都与外界的联系 只要取得他的信任 就能找到他所拥有的传送服 这时公墨来到了坎迪斯面前 原来是英雄大人 则则则 没有一眼认出你我真该死 多亏了当年你们所谓的起义老子 才能赚得盘体满过 还受到了女皇陛下的嘉奖 虽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保护 但是老子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这是我对系统说道 公墨生命值还有多少 当看到他生命值还有80% 使我愤怒地向他走去 巴掌还没落下狱卒 二师傅便凭空出现 等等 然后御守对着公墨一抬 公墨顿时消失不见 二师傅你怎么来了 蜜月转过了头说道 难道就你们有任务啊 当回到盘山庄后 二师傅直接将公墨扔到了大师傅面前 大姐我们回来了 老规矩 所有的信息 好 已经记不清上次的倒霉蛋是谁了呢 这时大师傅看向我说道 那两人已经让你二师傅安顿好了 待会来东院找我和你三师傅 一昆时候 当我刚进去就被三师傅喊到了身边 大姐正在室内调息需要休息片刻 你先在这里坐坐 听闻你已经出窍期了 为师却还没教过你什么 没事的师傅 师傅你在东汤谷养伤恢复的如何 恢复什么的已经是没希望了 啊三师傅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有我在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说完三师傅转头看向了我 突然就对着我亲了上来 我的脸顿时就红了 怎么感觉三师傅是在斗狗啊 其实大姐已经安排好了你接下来的任务 剩下的日子就由我来指导你 跟我来 我近日体寒如冰需要在温暖的地方待着 你若是觉得热脱了上衣便是 你我师徒二人不必拘泥 这 这倒不用 环境恶劣反而有助于我修炼 那便好 跟我来 随后我便和三师傅相对而做修炼起来 可三师傅突然伸手摸向了我 你的心跳好快 这无异于修行 跳得更快了 若是在战斗中如此之有害无力 可是手中传来的一股热流好舒服 这是为何 难道是因为触碰了下持吗 你身上有什么 为何我一触碰你的胸口便觉得体寒症状逐渐消退 是否携带了什么法器 来 让我靠一靠 说着就贴在了我胸膛 果然是因为它 它的胸口似乎有一团不灭的我 想不到冷漠无双的三师傅竟然当着我的面脱下了外衣 并且还依偎在我怀里询温暖 此时三师傅躺在我怀里说道 这两天你都做了什么 为何几日不见靠近你便会感觉舒服些 啊没做什么 就是跟着二师傅和四师傅学了些功夫 三师傅你说你体寒如冰需要暖流中和 这是不是跟我修炼了九离刀法有关 文言他站起身说道 我不知道 但与你在一起会很舒服 现在有一件事该告诉你了 我活不了太久了 我们四人之所以收徒也是因为我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无法抑制体内的寒气 大姐他们便会以此来保护苍明圣域的安全 到时候就该由你亲自坐镇苍明主持大局 说着他便脱掉了外衣以及丝袜 我的是暂且放到一边 教授你修行才是金月的正式 然后他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接着就换出了他的本命武器避灵剑 双天灵 顿时无数柄兵剑浮现在我周围 然而下一秒三师傅的举动却把我惊呆了 只见他缓慢地向我爬来 来到我面前时伸手抓住了一柄刺向我的兵剑 从现在开始你若心绪动乱无法阵地 避灵剑便会感受到你的气息而攻击你 这一击便当做一个示范 文言我惊了 不是吧 这我怎么可能平静下来 这是三师傅跪坐在床上对我说的 枕过来 文言我躺下枕上去 好软好弹 哦不对好冰啊 三师傅你要杀我就直接杀 何必玩弄我呀 本以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是时间最漫长的表现 而事实上一个角色美女让你吸枕 却又要求你心如止水才是最长的等待 次日清晨三师傅醒过来看着我说道 你还活着 做得很好 而我身上却发出了耀眼的佛光 施主我误了 误了就好 战斗之中醉际焦躁 能够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才会无往不胜 然后师傅他就又靠在了我怀里 昨夜感受着你的火热我调心很舒服 以后你多来陪陪我 时间很快变到了内门考核当日 此时我换上了四师傅亲手为我做的新衣服 势必要通过考核赢下赌约取他做老婆 在前往考核地点的路上 大师傅的灵体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下次我被一些事情困住了无法及时回来 并且我得到可靠消息场内有艰辛 但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企图 你一定要警惕随时用换歌符与我联系 这次内门考核我等你的好消息 要是你成绩太差的话会死有 文言吓得我连忙说道 不 不会太差的 那就好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在大师傅灵体消散后我就来到了考核地 这时三师傅走了过来 现在离考核大典还有些许时间 你随我去那场休息室一趟 我需要你的帮助 还没等我回答莲话就穿着我送他的小制服考核过来 下次我专程来看你考核的 你一定要赢哦 赢了可有奖励哦 三师傅见到莲话抱住我后有些吃醋的转过身去 看来你现在很忙 那我就不麻烦你了 文言我连忙对莲话说道 莲话店主三师傅找我有急事 等会我再来找你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可是很大度的 不过之后我想用临时跟你换几件新款的衣服可以吗 没问题 此时周围其他弟子看到莲话和我亲历的样子一个个都愤怒起来 好白菜被猪拱了 臭男人你离我女神远点了 系彭也在拱火让我维持现状来获取更多的愤怒之 而转过身打算离开的三师傅此时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定 下一秒他小鸟一人般的挽住了我的胳膊说道 下次你先跟我去一趟吗 我很着急 下次快一点了 见此我对着莲话说道 乖一会见 我先去陪我三师傅 来到休息室后我摸着胸膛看向了三师傅 师傅只要你别用B零剑对准的佛儿 那么佛儿的胸口任你靠 而三师傅悠悠地说道 胸口就不必了 这次我要你的血 自从与你靠近后我体内的寒气便有所压制 但也只能维持十几个时辰 我想若是采用溶血法的话 持续时间可能会大大的延长 来吧 把你的手指给我 说着他就张口咬住我的手指吸气血 此时我的脸直接红了 这个感觉好奇怪 三师傅感觉怎么样 吸了血有没有好一些 没有任何感觉 看来溶血之法并没有用 那三师傅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吗 文言他陷入了沉思 若是此时冰霜不退却半炙香后便会变得加厉 现在赶去东汤谷也是于事无比 然后他对着我说道 算了 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本事 话若师傅他便脱去了外衣 见此一幕我心中大叫起来 见 外面肯定都是见 三师傅我真的要坚持不住 然而已经吞去衣服的三师傅又对着我说道 赶紧过来抱住为师 愣在原地是想忤逆为师吗 文言我立马从背后将他抱在怀里 三师傅怎么样 感觉冰寒之气退去一些了吗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让我从正面抱住他 这样更好一些 多抱我一会这样好舒服 一段时间后三师傅推开了我 好了帮我穿上衣服吧 那门考核你要是没拿到第一我绝不饶你 三师傅竟然命令我帮他宽衣解带 甚至当着我的面进行沐浴更衣 就在刚刚我从休息室来到了考核地点 那门考核没什么特别的 老夫也就不搞那些开场白了 请参加考核的选手站在广场中央的园台上 我和另外五位长老将传送大家进入考核之地幽暗之森 当眼月看到我被传送走后就有些坐立难安 蜜月见状说道 小妹身体不是吗 还是说有急事要去办 没事 我哪有什么事 嗯 我就是怕下次通过不了考核丢咱们的脸 然而三师傅突然说道 你担心的不是过不了考核 而是担心的她本人 我刚用灵溪一念分析过了 被拆穿的眼月顿势暴躁起来 三姐姐灵溪一念用在这种事情上不觉得浪费灵力吗 算了 既然两位姐姐都知道了 那你们就当我闹肚子 我先走了 另一边刚传送进入幽暗之森公瑶就找上了我 下次我能和你结盟吗 我本人并没有夺得头筹的需求 我需要的是第二名 第二名那没单要对我所修武技很重要 拜托请跟我结盟吧 可是龚小姐为何认为我可以夺冠 女人的第六感这个答案可以吗 我的第六感从未错过 池哥哥用了隐身攻隐去契机了对吧 好不好妈池哥哥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我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她的结盟 而她直接亲了我一口 谢谢池哥哥 我一定会助你夺冠的 然而这一幕都被特意赶来暗中观察我的演乐看在了眼里 演乐你就是个傻子 竟然会关心这种浪荡子 片刻后我便在龚小姐的引领下成功找到了一枚水晶 池哥哥现在相信我的第六感了 又暗之森的另一边 汪汪看什么呢 还不赶紧来干活 你忘了咱们是来杀人的了吗 装傻充愣一年多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你要是在这样等老大出现又要狠狠鞭打你了 来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汪汪有些颤抖地接过了小只手中的长剑 然后走到那个人面前一剑刺了下去 这就对了吗 你看你又弄得满脸是写真相的小脏毛 来我给你清理一下 我喜欢的是爱干净的小猫咪哦 此时我还在和公咬闲逛 打算保留体力到最后去抢夺他人的水晶 这样可以争取至少48小时的时间 到时候找个借口开溜去碎尘内部修炼起步美滋滋 暗中的演乐看着我俩悠闲的模样 也就微微发怒 这两人到底在做什么 还摇摇迟迟 真是恶心心 就在这时三师傅敲膜走了过来 三姐姐你怎么也来了 闻言康敬寒举起了手 手上已经布满了冰霜 我身体对药物的耐受度已经达到了极限 药物恐怕已经无用了 再者我到此处来还有一件事 这次内门考核恐怕有点 考核前大姐脱下池告诉我这次考核有内戒 哼那家伙可不想担心生变的模样 康敬寒站起来直接对着公咬打入一道灵力 受到攻击的公咬顿时昏迷了过去 接着他和演乐就来到了我身边 我以为他布下了基因术的结结 在结结内没有人能看到他 他现在很安全 现在打开碎城空间吧 闻言我一愣 四师傅在一旁有些没好气的说道 时时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为寒寒和月月打开碎城空间 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四师傅为何会如此 原来他跟了我一路往 我这就为二位师傅打开碎城空间 当我进入碎城空间内部室里面的原住民顿时黄了 那个摔人又来了 让全族魅寿做好准备随时出击 折服这么久选在这个时间定式里应外 为时担心更可能是冲着你来的 现在我和你四师傅会让你在这四年时间内达到第五净合道 好 吴尔一定不负两位师傅所望 既然如此那你先去砍树盖个房子吧 记住不许用技能 只能靠基础的体数 这是学习的第一步 片刻后我冲着两位师傅大喊道 我已经砍了二十棵树了 应该够用了吧 闻言三师傅看向了我 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我慌乱的摇了摇头 不用了吧 快点伸出来 师傅的话就是天命 当他看到我的手后温柔的说道 手破了 闻言我有些感动 没事的三师傅 可这时四师傅突然说道 想什么呢 三姐姐的意思是若是用手砍树手还破 那你还差得远呢 你修炼进度确实异于常人 但现在正是打基础的阶段 一座眼影在烟草中的古老塔 若基石未曾深入地脉 那么无论其表面如何归例 当风雨来临之际 他都将摇摇欲坠最终轻浮 是徒儿记住了 徒儿这就去砍树 五个时辰后 这下三师傅应该会满意许多 利用乾坤圣体的感悟 现在体格应该练满了 接下来的修炼不出意外 应该就一帆风顺了 这时三师傅端着木盆走了过来 我现在去沐浴 到了夜里你来找我给我疗伤 你现在去做些吃的吧 我去陪三姐姐沐浴 文言我叹了口气 等等我我也去 到达水池后三师傅坐那说道 徒儿帮为师宽衣解带 充施了充施了 大逆不道的我终于充施了 就在刚刚帮三师傅脱下衣服后 我也跟着跳了下去 打算抓些鱼晚上来烤一吃 然而三师傅的衣服 却被我不小心弄进了水里 啊这怎么办 眼月在岸上有些酸酸的说道 你自己想办法呗 你不是送了莲花那丫头 很多套衣服吗 应该还有不少存货吧 文言我顿时一想起来 对啊 我怎么把商城给忘了 凭我的审美两位师傅 要是换上我搭配的服装 换装托位换装托位 今晚是换装托位的私人party 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欣赏 嘿嘿嘿 想着我一掌落下 顿时无数的鱼都飞了起来 就在这时眼月冲着我大喊了一声 下池你是不是不意的 这时我才发现刚刚想的太透露了 一下子没控制好力道 整个池子里的水都被我劈没了 三师傅有些生气的说道 下池我说过我要沐浴 文言吓得我连忙脱下衣服 劈到了三师傅身上 师傅我去给你打洗澡水 片刻后我搭建的小木屋内 两位师傅水温如何 再热一些 三师傅看着手上的冰霜说道 看来今夜注定不眠了呀 三姐姐这可怎么办 没关系 下池可以帮我缓解 那就好 下池衣服准备好了吧 我有点晕我不怕 已经叠放在一旁的架子上了 徒儿去外面等两位师傅 片刻之后四师傅首先换上了我准备的衣服 下池这衣服怎么如此奇怪 而我心满意足地竖起大拇指说道 四师傅我想着快睡觉了 穿得简单一些入睡 也更清爽舒适一些 而且这些都是我故乡的寻常服装 我还以为四师傅会喜欢 看来是我唐突了没有考虑到民风不同 我还是换一套吧 你再给我一套新的 就在这时三师傅穿着我准备的衣服走了出来 那样的衣服还有吗 这条裙摆太长了有些爱手爱脚 文言我愣住了 这什么意思 三师傅竟然喜欢那种 下一秒我连忙说道 有的有的 两位师傅请笑呢 三师傅结果我手中的衣服对我说道 夜里小妹睡着之后来找我 然后就去换衣服了 这时换好衣服的演乐走了出来 下池这套如何呢 好看吗 我羞红了脸转过头说道 很合适 话落三师傅就走了出来 后以后不能给三师傅穿这种衣服 完全不合适 简直太要命了 片刻后我就去外面准备晚上的晚饭了 我看着手中的瓶子想到 红瓶子里装的是养金雇员唤醒元气的单药 二师傅是这么说的吧应该 但好像又有点不太对劲的药 闻到香味的演乐走了过来 这是做的什么 好香啊 哦四师傅我做的酸辣粉 热辣一些的食物或许对驱寒三师傅的寒气有效 四师傅你快吃吧 然后我又端了一碗来到了屋内 三师傅吃点东西暖暖吧 三师傅你没事吧 还好 还有一丝温暖 我这次除了内奸知识还有一件事想验证 话落他站起来一把推倒了 我来之前二姐曾说你的精血或是我的良药 但是我之前吸过你的血气但毫无作用 所以我便猜想他说的应该是另外一回事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双修吧 修者通过双修之法共享灵力相互借力以达到更高的修为 这是我决然的说道 如果说这样真的有用 那我愿意帮助三师傅 只为治好三师傅绝无其他想法 呵呵是什么让你能产生撑住的错觉 我身上的寒气远超常人难道你不怕成为冰寒吗 再说这时候不应该是我主动了吧 你可能会死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至少我要给你选择的权利 不而不怕 如果真的能治好三师傅也是功德意见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筐的一声 我和三师傅出去后发现四师傅难受的躺在地上 三姐姐我好热 感觉身体里有一股奇怪的冲动 那食物里怎么会有幻世坟心丹的气息 这丹药焚烧星海之火一瞬间就可以让人燃烧起无尽的热气 文言我一个头两个大 干我搞错瓶子了 这么狠的药放得那么随意吗 搞错瓶子 我从二师傅那带走了一些丹药 原以为可以帮四师傅补尽 没想到搞错了瓶子颜色 现在该怎么办 我先用冰魄之力为他缓解些火轻视 说罢便抱着四师傅朝屋内走去 这时在暗中的原住民集结到了房屋周围 快一起发动魅属 这吃货这次是来约会的 赶紧完事赶紧走 不能再有被吃绝乎的惨案 一切为了部落 来到房内三师傅对我说道 现在只能暂时用璀璨冰魄来抑制九霄离火的暴走 但我现在的身体状态很微妙 需要的是平衡 既要稍微压制住暴走又不能伤到他 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混沌之中 到时候只能靠你来救我和小妹了 话落便开始使用璀璨冰魄来压制九霄离火 可这时一道魅属攻击击中了三师傅 他的灵力瞬间剧烈波动起来 见状我抱住了三师傅说道 师傅你怎么了 下次抱紧我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奇怪的力量 现在我已经自顾不暇了 只能暂时封住他 接下来就靠你安 解铃还虚系灵远 那是不是只要帮助师傅你恢复力量 你就能控制住四师傅的失控 嗯是的 那请恕徒弟的冒犯了 话落我就扑了上去 好了剩下的画面就不给你们看了呀 没能想到冷漠无情的三师傅每天都要与我双胸 而这只因体质特殊的 我可以帮他缓解寒气轻视 又是一夜鸟语花香过后 早早醒来的四师傅便发现 我和三师傅拥抱在一起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不必提他又这般如此 难道是昨晚为三姐姐治疗时顺便把握演 那我现在岂不是完毕之身了 这下可怎么是好 在他离开不久后我和三师傅也醒不过来 寒气果然退去了 你醒了 嗯我也收获颇多 为师傅治疗亦不容辞 也是 辛苦你了吗 没关系的师傅 以后再需要时随时来找我就行 然后两位师傅没有再多呆便 离开碎城空间回到了苍明圣语 怎么样璀璨冰魄稳定下来了吗 好多了 但我知道这还不够 那种想要毁灭一切的感觉还在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让他好好静静笑道 毕竟你的身体饥寒击破无法及予一时 走吧我带你们去看看那头死肥猪 他身上可藏着不少秘密 他的内景之中竟然被下了禁止 现在联想起来整件事都很违和 原本我只觉得内奸这件事很无聊 现如今多了一个我们解不开的禁止 这件事就不正常了 另一边我已经开始了无聊的休息 在四年内修为达到了和道径第五阶 并且系统还进行了一次史诗级升级 然后我就从碎城空间内部退了出来 以我怎么睡着了 刚刚聊着聊着你就睡了 我看你睡得很安稳就没有叫醒 这样啊 考核应该打得火热了吧 我们该上场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停住了 场上情况有些不对 短短七个小时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此时档案阁中林长老正在查看历届考核人员名单 这个季晓之竟然以土木金三门的身份参加过考核 前几次还莫名其妙的退场 这次又以水域门的身份参加考核 快通知个门门主紧急会议 片刻后大殿内郭册大声说道 我不同意林长老所说的终止内门考核 这么重要的考核岂能是一个长老说终止就终止的 内门考核是考核并不是真正的厮杀 现如今三十多个弟子死的就剩十来个 另外我想问问土木金水四门长老 季晓之为何能用四门名义参加四次考核 那是他们的事 我想让林长老先解释解释我的问题 我听说在灵修店里就帮助过下持 这次不会也是担心他通过不了从而终止考核吧 然而林长老直接看向蜜月说道 蜜月上先无论如何考核都要终止 请您明鉴 仙子可要想好 小孩子们打起来没个轻重死的人也情有可原 况且在六门长老和四仙眼皮子底下谁敢造子 欧国门长 我竟然不知苍明圣域做主的原来是你啊 要不本仙回去睡觉所有的事都交给你如何 仙子息怒 老朽就是担心终止考核影响咱们圣域的威望 呵呵你们继续吵吧 明月通知一下本仙结果就好 结束之后林长老直接去了幽暗之森打算一探究竟 此时我和公瑶还在闲逛 那一抹红好像是林长老 公瑶小姐你的预感能用吗 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 文言公瑶认真地说道 其实一路上我都七上八下了 总感觉会发生什么很糟糕的事情 既然你会说发生很糟糕的事情那就不会做 走咱们去验证那个预感 此时林长老已经靠着提前在纪小姐身上留下的印记追踪到了一处洞穴中 片刻后我和公瑶也来到了此处 就在我思考如何打开结界进去时 升级后的系统突然化成小男孩跳了出来 公瑶见状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是谁啊 我连忙解释道 这是我新收的灵虫也是我的儿子 运气比较好还是刚化型的 对 我是我爹收的灵虫 随后他就双手撕开了结界 此时洞穴内林长老被一箭击中刀飞了出去 挨压下手好像中了些 抱歉抱歉 小只姐接下来做什么 呵呵当然是折磨他然后再杀掉他 玩完之后别忘了吸血 不能浪费了精气 别忘了家父的任务 放出厚土之魂才是重中之重 什么 你要放出那个疯子的魂魄 你们要助魂重生 闭嘴我家祖上并不是疯子 我现在留你一命让你见证被歪曲的真相 等等 武洪德是你父亲 小只姐这个老女人也不完全是蠢货吗 林长老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既然深北小姐想让你当个见证 以免你一会虎脚蛮缠打扰我们工作 所以就让我榨取掉你的灵气吧 想不到执掌外门的林长老竟然有特殊癖好 被触手束缚住后竟然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就在刚刚技小只束缚住林长老之后 三人便开启了法阵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顺利使我走了进来 那什么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都给我靠强暴头蹲好 另一边苍鸣圣欲猛醋 孩儿不孝不能成为您的容器 不过谋划了这么多年 还是要委屈一下您老人家了 道渊五行刚皆破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今日就要一主了 片刻后轰的一声 阵法是破了 但说好的灵弼通使一直没有出现 现在总觉得有些不妥 呵呵还需要什么通使 缜密的计划不会因为一个环节出问题 而造成什么影响 走上神殿 此时会议大殿中 真是一刻都不得安宁 郭老头快说说情况 可有什么好说的 老朽手着手的突然就被崩开了 现在这大阵算是完了 这时土木金三门长老走了进来 连金瑶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不在 文言也越站起来说道 本该你们维护的土木金门都被破了 现在解释一下吧 有何好解释的 今日我是来问罪的 四仙假公祭司之罪当怎么判 原金瑶上位之后可还有得道之人 这百年来突破境界御加困难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你们四仙将先败占为己有 害怕他人得到飞升抢走你们的权利 而现在原金瑶早已是风中残主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以苍明圣玉女帝的名义发号失令 你们三个帮凶也当自毁灵台 成为阶下奴替袁金瑶赎罪 哦山门长寒门长你们也这么想吗 蜜月上线我觉得成为阶下奴有些不同 本作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为奴我都恶心你们 应该削之为棍以锦效尤 化落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 无数人形怪物蜂拥而出 天下终究会回到国家 哈哈 这时蜜月看向眼月和康敬涵说道 去吧 东边和西边交给你们了 苍明圣玉所有弟子听令 五目金三门长老司通外敌证据确凿 现所有弟子就地打坐入定 擅自行动者杀无赦 化落他看向了伯鸿德 我们长是什么让你产生能赢的错觉 半个小时前 季晓智看着我说道 坑哪里来的蟑螂 别想坏我们的事 化落就有一根触手向我袭来 而我直接向系统兑换了逆转技能 下一秒向我袭来的触手就缠住了他们自己 怎么会 为什么不听我的控制 不 快停下来 不行 真的不行 不要 那里不行的呀 而我则走到一旁解救下来了林蟑螂 然后开始处理他们即将要释放出来的后腿之魂 此时苍鸣圣域 天火焚成 接着一个凤凰须影就向下方袭去 这边三师傅也使出了连声联络 顿时无数小卡拉米都死伤殆尽 我们长还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吧 化落向前吐出一阵迷雾 当烟雾散去后凝聚出了袁金瑶的身影 我哄得你不是在找这头猪吗 连姐姐的气息都感知不到真是丢人了 呵呵呵 我还就怕袁金瑶今天不来呢 顿时轰的一声 她的后方出现一个时间空洞 一道人影缓缓走了出来 一盏女帝好久不见了 还是那么冷淡呢 人家明明是带着礼物来的 化落躺在地上的公墨直接炸成了碎木 怎么样 这是不是一份有趣的礼物呢 接着便有一个密闭空间将袁金瑶笼罩在内 这可是我花费了38颗钉封珠特意为你送上的见面 足以见我对你用心的情报 论单打独斗你确实是第一人 但是在这方天地中你只能任由我宰哥 呵呵听你自说自话了半天总觉得对不住你 化落蜜月吹了一口气 在她面前的袁金瑶顿时消失不见 燕黎见状发怒道 臭狐狸你竟敢戏弄我 这算不上戏弄你 我只是想让你看到你内心想看到的 也不知大姐姐会如何看待你这副模样 闻言燕黎立马想要逃跑 然而大师傅袁金瑶已经出现在她的上方 燕黎你送我的礼物我收下了 只是这种廉价的礼物配不上本座对你期待 然后一掌向她抓去 受到重创的燕黎直接消失不见 这下伯鸿德傻眼了 我为何不能再者 伯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什么 癞蛤蟆 不对不对 难道你连你祖先都认不出来了吗 伯鸿德有些震惊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你还是带着疑问去问问你那好兄弟吧 伯鸿德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大师傅给灭杀了 就在燕黎刚逃到圣地之都后 就有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警告警告 我会找到你的 燕黎有些恼怒 差点偷鸡不成是把你被添到锁定圣地之都的位置 袁金瑶咱们没完 帮助落在了季晓之和汪父亲身上 两人尖叫起来 李斩女帝求你留下我 不 杀了我也行 杀了我 然而大师傅并没有出手干预 带走也好 省心了 生不如死也就那样吧 看来那两人就不需要我安排了 既然如此 我想把申北交给灵长老出误 而这只因我有了解过灵长老这个人 他好像私底下有特殊爱好 再加上被触手攻击时候的表情也很奇怪 总之交给他他一定很乐意 闻言灵长老笑了笑 交给我自然可以 不到大师傅袁金瑶竟然也是系统的拥有者 然而他却在想方设法地摆脱系统甚至斩杀他 就在刚刚大师傅嘱咐我跟着四师傅回趟他的家乡 然而一路上四师傅的心情都很低落 看着他的背影我忍不住问道 师傅咱们为何不直接传送回去 掩月停下有些生气地看向我 怎么 你很想我立刻回去吗 而我看到他的样子就猜测到他应该跟家里的关系不大好 四师傅不想回去就回心拒绝吧 成年人要学会说不 闻言掩月低下了头 是不得不回去的状况 既然你这么好奇就让你看看吧 说着他把信拿到了我面前 看到信的内容我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掩月跟家里面的关系不好 但是父亲病重又不得不回去 但大师傅让我前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片刻后便来到了四师傅家族所在地掩宁城 这时掩月对着我说道 下识我哥哥那人比较歉打 你可要忍住了 很快我便见到了他那歉打的哥哥 哎呀哎呀掩月仙子回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下诚兄长我这可是有失远了呢 话若他看向了我 坐下弟子下识 哈哈哈哈仙子小妹还是个孩子呢就说徒弟了 甚好甚好 找个人一起玩过家家也不错 呵呵瞧你这话说的 想夸妹妹年轻我可以理解 又何必绕一圈子呢 这样还显得你在阴阳怪气一样 我也不知道您现在是个什么官职 我就先叫你下陈诗伯了 你以后可不能这样 文言掩月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 先带我去看看父亲吧 当来到房门口我就被拦在了门外 见状我直接让系统戳了个洞偷看起来 此时房内掩月他爹说道 为父病了就不给仙子行礼 不久前为父修行未能正常突破受了点伤 现在需要你度我一些修为 月儿扶我起来去练功房吧 但掩月站在那丝毫未动 父亲紧急让我回来就为了这事 不然呢 毕竟你大哥将来要继承掩明城 不能让他度给我修为 再说你在苍明神域排行最小 恐怕也就是个跑腿的人 这次回来就留在家里辅佐你哥哥吧 别回苍明神域了 好了赶紧过来扶我 文言掩月直接转过身向外走去 今日有些累了 这是明日在说吧 出来后掩月看向了我 你在偷听吗 啊算是吧 罢了 反正这是你迟早都会知晓 我们先出去找个客栈落脚吧 片刻后扶来客栈 你听他是不是在哭 好像是在哭 不行 我要去一趟隔壁厢房 大师傅让我前来肯定会想到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系统提醒我道 爹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你之前说过赢了赌约要取掩月的 没忘 但他可能只是当个玩笑 可我觉得掩月当真了 文言我直接愣住了 若他真的当真我一定履行约定 我下吃怎可伤了女人的心 我去也 然而当我来到四师傅房间后 却发现他正在大吃大喝 而师傅 听着呜呜呜呜的声音 我还以为你哭了吗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为了那两父子流眼泪 他们什么样子我早就知道 而我看着师傅吃光的盘子继续说道 可平时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饭量 师傅难过就哭出来吧 何必报饮报时伤害自己呢 文言演乐有些颤抖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只是 看着他可怜的样子 我抱住了他说道 师傅难过就哭出来吧 咱们是一家人 当着我的面落泪不丢人 这下演约彻底将情绪释放了出来 为什么父亲要这么对我 我不也是他的孩子吗 小时候教书先生只给大哥请 连旁听都不愿意让我参加 为了能让他多看我几眼 我不眠不休地修炼 可在他的眼里我依旧什么都不是 这次我以为是他病了 想我了才让我回来 没想到只是让我读修为给他 下次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不师傅 又让你辅助大哥 又不让你习闻练武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嫉妒你忌惮你故意打压你 与此同时另一边大师傅也陷入了回忆 原来当年他也是根据系统的提示 才让演约跟着他来苍明圣语修行 小月儿这是你要经历的一节 希望你能找到你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 此时一道空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你要寻找的又是什么 文言员惊咬冷笑了一声 你不是很清楚吗 杀了我 不然呢 举着辅佐我登王成胜的旗帜 可你们系统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傀儡 而我不愿做傀儡 所以只能杀了你 白了表白了 拿下三师傅的我又对四师傅表白了 就在刚刚演阅伤心的说道 下次我很丢脸吧 明明已经是苍明圣语之主 却还被世俗烦恼所内 不是这样的师傅 正因为你有血有肉会哭会笑会烦恼 所以才更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 青山苍苍绿水泱泱 这世间如此宽广喜欢讲道理的人千千万万 难道你要听每一个人的道理吗 四师傅你只要继续当个温柔的君王就好 我温柔 文言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 你只是活泼了一些 暴躁了一些脾气差了一些 有时会感觉也没什么常识 此时的演阅已经换了副情绪看向我 下次再说可就不礼貌了 不定半天我才发现你骂人可真脏 下次给我去死 见此我直接使用了技能空手接白人 爱这技能都成你们不为的一伙吧 另一边演家大院 听闻城主大人身体抱养 加富特让我给城主大人送上我们李家珍藏的药材 小小心翼不成敬意还请笑吗 哎呀元奎兄真是太可情 快快请坐 除了送药我这次还有一事想跟演日公子商谈 我想请领领见一下演阅仙子 虽然鲜少有人知晓演阅仙子的身世 但我们天刀蒙毕竟跟演家世代混交 如今演阅仙子身为苍明圣域之主 我们也想跟着沾沾光 演日文言笑了笑 那可太不巧了 演阅很快就不能当苍明四相了 加富重病唯有让演阅过度修为给他 他损失了修为又怎能担当重任呢 原来如此 那我先祝老爷子身体康健 我们天刀蒙日后还要仰仗演明成的赵 爱之可惜现在这丫头被徒弟蛊惑不肯尊同父母 现在全家都很是为难啊 徒弟 难道那人是夏池 老小公子认识他 就是他 就是这废物不知用什么手段成为了四仙清传弟子 后来还害得我颜面尽尸 我本来大好的前途全被这次毁了 还让天刀蒙丢了颜面 只可惜他有演阅堂 我实在无能为力 只能任由他横行无几 哼也不是全无办法 这是我们天刀蒙的升级秘谣 爱演公子这就不懂了 有些事还是要迂回一下的 眼日公子复尔过来 另一边我已经和演阅出去亚马路酒 师傅吃糖葫芦 哼小孩子才吃糖葫芦 确实还是个孩子 此时演阅微怒道 你这人总是口是心非故意惹人气恼 但看在你这些日子修炼那么刻苦 还帮苍鸣圣誉解决了危机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这是系统声音响起 来自演阅的怒气值加一 赠送一重酒离营 一点怒气值就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是宝涵爱意的怒气值 属于怒气值的高级阶段 请宿主好生感受 宝涵爱意 这丫头喜欢我 没看出来啊 请宿主相信我的判断 此时我有些紧张地看向了她 师傅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坦白地告诉我 现在我的脑子好像是坏了 才会问出那个问题 下一秒只见我深情默默地说道 师傅你是不是喜欢我 演阅顿时有些羞涩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都做那种事了 怎么还问这种问题 羞死人了 看来她真的喜欢我 明明当师傅出的怎么出成这样了 可她怎么就喜欢上我这种逆途了 这眼神满是爱意 太耀眼了 算了 传道桥头自然直 师傅你还记得打赌的事情吗 嗯我记得 我赢了打赌一定会兑现的 嗯真的 千真万确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娶我 文言我陷入了想象 娶你 到时候两位师傅 不得争着抢着和我同仿 打起来又冰又火 受罪的可是我 这时演阅突然说道 你不会是因为咱们之间 成了道理有了那种事 所以想负责吧 如果是想负责的话我不稀罕 她说完我就有些忙 师傅我何时跟你成了道理 你在说什么 跟我来别在路中间说 片刻来到一拐角演阅羞涩的说道 就是在碎城空间里 我你还有三姐姐 我们不是这般那般了吗 哦那时候啊 可是我没对你做什么 我那晚全忙着给三师傅治病 啊什么都没做 这怎么可能 真的什么都没做 那一晚我给三师傅治病实在太累了 就没给你摸位置 随后我便将那晚的事情 一五一时告诉了演阅 我 我还以为你把我也拿啥了呢 抱歉让你产生了这种误解 那 那你现在依旧是清白之身还喜欢我吗 演阅想都没想的就说道 当然喜欢 哈哈你果然喜欢我 文言演阅有些气愤的说道 下吃你 你套路我 话落便有一股臭味飘来 下吃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像在竹市 嗯 但细闻起来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香味 人只是吃了颗粗大的药碗 竟然直接变成了妩媚女儿身 就在刚刚我和演阅闻着臭味来到了一处广场 发现臭味的来源正是下方售卖的臭豆 见此演阅对我说道 走吧 这种小吃大部分就是吃个氛围 大多都是诈骗 然而第二天就在演阅告别准备回去时 一个下人匆忙跑了进来 不好了不好了 瘟疫 演阅城爆发瘟疫了 现在大家都堵在门口来求法子 此时演日突然说道 仙子大人家里的事情先放一放吧 演阅城百姓的周全是更重要的事 父亲您身体抱恙 这是就让我和仙子大人去解决吧 文言我心中暗想到 怪不得刚刚不阻拦演阅离开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片刻后福来客栈 系统告知我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怒气值 便可兑换治疗丹药 这下我便放心了 获取怒气值还是很简单的 这时外出调查的演阅打了回来 似师傅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文言演阅笑了笑说道 有情况 堂堂天刀萌居然在卖臭豆 而且患病的人大都还是吃过臭豆 你说巧不巧 所以我打算晚上前去天刀萌一探究竟 然而晚上我和演阅刚来到天刀萌大殿房顶 就听见下面在大声议论 大哥你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是高啊 呵呵我天刀萌势力遍布苍鸣圣域 现在也该轮到我天刀萌上位了 李原新有些担忧地说道 可是演阅仙子是苍鸣四仙之一 爱虽说是四仙 可那也是演家的女儿 等明月演日得手后 就只有演阅没有苍鸣仙子了 到时候欠下我们天刀萌的人情 看袁金瑶拿什么还 我相信这点是演日还是能搞定的 那大哥等时成之后 可以将演阅交给我调教吗 以前四仙都是高高在上 就是袁金瑶都随你把玩 此时在房顶偷听完对话的演乐顿时暴躁起来 还想调教我 让他爽 不行 我要炸了这里 蠢成这样我真的忍无可忍 见此我伸手拦下了他 师父消消气 既然他们这么爱玩 咱们就好好配合他们玩一下好了 主要是这是一次很好打击演乐的机会 您老人家就在忍忍 行吧 就让我看看我这大哥能做到什么程度吧 次日清晨 各位安静听我说两句 我们现在的城市正面临着一场不如其来的瘟疫 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团结在一起 本来我的父亲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但大家也知道家父修炼是运气不甚导致重伤 我的血脉中虽然也隐藏着这样的力量 奈何修为不够无法激活 而我的妹妹虽然修为足够 但因为是女儿身没有化解瘟疫的力量 所以演乐 虽然你是我的亲妹妹 但我肯请你考虑考虑我们的处境 思考那些正在痛苦中挣扎的孩子老人和家庭 现在需要演乐仙子将力量度于我 这样百姓才能免于疾病的清洗 哼我这番话说完看你怎么跟我斗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演乐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大哥如果我杜修为给你能救全程 百姓我当然乐意 只不过大哥的灵台可能承受不住我的灵力 倒不如我将大哥你的血炼制成单样 这样一来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是吧大哥 只是一刀而已不痛的 文言掩日下的连忙后腿 演乐你到底要做什么 怎么办 我要是现在说演乐胡说一定没有人会相信 见他慌乱的模样演乐笑了笑 哎呦哥哥 你看我这记性 下迟将解药拿出来吧 其实我和我徒儿早就配置好了解药 还顺便调查了一下 瘟疫的来源应该跟臭豆腐有关 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 竟在食物里下 你说是吧大哥 关于瘟疫之事我也查出了幕后之人 我现在给凶手一次自首的机会 若是他承认错误 我还可以留他一命 另一边在不远处偷偷观察的两兄弟 见此情况有些慌乱 演日这蠢货紧要关头 还想要夺取演乐修为 现在吃鸡不成十八米 要是他招供咱们都得玩玩 原心咱们走 哦怎么个不客气发 呵呵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话若两人便可要向我杀来 但当我展露出通绪第七阶的修为后 两人就猛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收拾完这俩兄弟后 我便来到了天刀盟 打算再赚取一些怒气质 然而当我来到时 天刀盟竟然换成了夏之月休闲会所 走进去后只见演乐正坐在那发号施令 夏时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以后就是咱们的休闲会所 这是管家不服气 怎么样还不错吧 见此我不禁心中吐槽道 这下买药的成本更收不回来了 亏惨了今天 嗯你怎么不说话 没有不说话师父 就是太惊讶了 你做得太好了 对了掩日那边你打算如何处置 哦他要挑战我 挑战你 那不是找死吗 哦还有天刀盟 天刀盟有种秘质丹药 吃了之后修为可以大幅度提高 所以掩日才如此有信心 那确实有可能 不过放心吧 我现在的伤已经全好了 就算他课药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就让他再做一晚春秋大梦吧 时间很快便到了第二天 小妹你若是现在弃拳 并答应杜修为给父亲 你的颜面我还可以帮你保全 文言演乐淡淡的说道 说完了吗 说完那就开始吧 别浪费我时间了 好 既然给你面子你不要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说罢便吃了颗粗大的药碗 随之他的修为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力量 源源不断的力量 哈哈哈哈 力量在涌入我的身体 演乐开始吧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能完全防御住你的攻击 演乐无奈天命之人 然而话音刚落他就被演乐一拳打飞了 天命是吧 我送你上天 随后他转身看向了我 下次我们该走了 另一边也凝成郊外 被打飞的演乐缓缓醒过来 是 是是吗 好 好疼 演乐我跟你没完 话落他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的声音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煎又洗 想到这他伸手向下摸去 然后就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 对了虚了 帮三师傅治完病后我彻底虚脱了 此时苍鸣神殿内 好热 三妹为什么房间里有你在还是如此严热 你能释放一些寒气凉快一些吗 好热好热 文言三师傅和尚书淡淡的说道 下池为我治疗后 我体内的灵力就暂时稳定了下来 所以今年夏天只能委屈二姐姐了 啊这样啊 那看来我只能贴着你才能享受凉气了 你身体好凉也好暖 真是舒服 就在这时我和四师傅赶了回来 二姐姐三姐姐我们回来了 哦小妹 你父亲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恩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 原来如此 听说你们俩出去一趟把天刀蒙给收了 问谁让他们偷鸡摸狗 这种不听话的组织还是早点内入管辖 免得以后给百姓带来麻烦 一大师傅呢 大姐姐又去闭关了 澳大师傅最近经常闭关呢 此时二师傅已经热得快受不了了 好热呀热的我好烦躁 今年夏天的天气真是怪异 往年我也觉得热 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今年热得出奇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避暑吧 避暑 文言我在心中想到 我还有一次原世界一日唱邮券要不要用了 但是应该怎么解释那个世界呢 爱有了 二师傅我偶然间获得了一个神级法器 据说是一个秘境的钥匙 咱们要不去那里避暑 好啊 现在就去吧 随后我便使用了一日唱邮券 顿时一个虚幻的空间门出现在我面前 师傅们先说好 我也不知道门内是什么 我话刚说完二师傅就跑了进去 好了快走了 画面一转我和师傅们便来到了一处水上乐远 哇这是什么神奇的地方 这 这秘境竟然还会主动帮人换衣服 可是这衣服也太奇怪了吧 环顾一周的三师傅开口道 衣服并不奇怪 此地所有人都是如此穿着 小妹你要学会入乡随俗 此时我也有些哭笑不得 系统竟然直接传送到了水上乐园 不过当我看到师傅们的着装后 顿时眼前一亮 三师傅四师傅你们的服装真不错 你们快过来玩呀 别在那站着 啊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师傅 在我的故乡去玩水都是这么穿的 不用害羞好好玩就行 但下一秒他就跑到了二师傅身边 然而这时三师傅突然走到我身边握住了我的手 我现在突然有些不舒服 现在需要你给我治病 片刻后某酒店大厅 三师傅咱们上楼吧 嗯又要麻烦你了下池 不麻烦不麻烦 我是师傅你的徒弟 做什么都不麻烦 来到房间后我便开始了为三师傅进行治疗 麻烦你了下池 两个半时辰后 冰霜几乎要消失了 但现在还需要你出一些力 你还有力气吗 又是一段鸟语花香过后 我无力的摊在浴缸里 现在是真的不行了 收拾完毕的三师傅满是疼爱的看着我说道 你先休息回吧 我先出去了 当他刚出来四师傅便跑过来 三姐姐治疗结束了吗 身体感觉如何 下池呢 嗯我已经好多了 下池有些累 我就让他休息一会再出来 先带我去玩玩吧 好啊 这个游乐园有好多有意思的设施了 回去后我要让大姐姐在苍明神殿后面的空地也修建一座 对了小妹 我知道你喜欢下池 她只是为我治病不要胡思乱想 哈哈这种事很正常了 我干嘛多想 我只希望三姐姐能彻底好起来 更希望我们五个能一直在一起 爽了爽了 二师傅竟然让我帮他全身涂抹防晒霜 就在刚刚三师傅出去后系统就走得出来 有什么要紧是赶紧说吧 还特意弄个什么秘境 因为在这里才不会被窥探 至于空间是什么模样是由你内心决定的 我只是想让你处于一个熟悉的环境 至于为何是水上乐园我就不清楚了 嗨嗨这个倒不用那么清楚 只是熟悉的环境会让人感到放松 嗯你刚才说这个空间不会被人监视 是的 这个空间不会被我监视 那倒是很奇怪的答案 可是为什么选择我 赫赫因为选过很多人了 只不过都失败了 失败了 那失败的话我和你会怎么样 其他的你又了解多少 失败了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一个又不是一个 我类似于一个机制 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会被击辅 主要是为了修正我自己 毕竟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 总之下场应该不会很让人满意吧 那大师傅的代价又是什么 文言他叹了口气 我也不清楚 但你应该能感觉出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另一边二师傅和四师傅正在晒太阳 二姐姐不如你跟我一起晒成小麦色吧 还是不要了 这时四师傅看到我出来后立马把我喊了过去 既然你回来了 体力活就交给你吧 得了师傅 于是我便开始为二师傅涂抹起防晒霜 下持我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方块大的盒子 那些是什么 什么方块大盒子 三师傅说的该不会是停车场里的车吧 这时趴着的二师傅呻了一声 邓徒儿的手法真是不错 嘿嘿二师傅过奖了 三师傅所说铁盒子应该是这个秘境世界的车 也是灵力驱动的法器嘛 但是我路过之时并未感受到灵力 并且这个世界大地灵脉也极其微弱 如此说来又没有灵兽驱动 并不像车呀 嗯听说是以电和油 是另一种形式的能量 我刚刚在客栈大堂中看到的资料 原来如此 电 闪电确实蕴含巨大的能量 原来油也可以作为能源 呵呵我们的小徒弟真是一身迷 什么都懂了 文言我连忙解释道 徒儿的故乡也和此处差不多 只是暂时回不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们无意打听你不必紧张 重要的是当下和现在的你 好了你别只是给为师徒背面 为师的正面都快要晒黑了 正面也要涂抹均匀哦 正当我准备上手时 四师傅突然拦住了我 坐车 我们去坐车 下时你去开车 看我干嘛 即刻出发 片刻后一辆跑车上 师傅们都坐好了吗 我们要出发了 然而刚开了不久 四师傅就开始了晕车 好想吐怎么办 这时坐在副驾驶的三师傅提议道 你飞起来跟着我们就好了呀 文言我刚想阻止 但四师傅已经运用灵力飞了起来 路上其他人看到后立马吃起瓜来 牛逼路惊献外星人 另一边退出秘境后 四师傅就找到了二师傅 二姐姐下时他一直记得笔约 还问我喜不喜欢他 但我不够坦率 没有给他直截了当的答案 文言二师傅捧着四师傅的脸说道 他是个聪明人 一定知道你不坦率背后的答案 别担心 如果你想跟他长相厮守 姐姐们都会帮助你的 不过下时如今还是我们的徒弟 若此刻娶了师傅 恐怕会影响四仙在苍明圣域的威胁 圣帝之都的女王燕里 已经盯上了苍明 当下时刻千万不能动乱人心 二姐姐这些道理我还是懂得 片刻后玉阳阁 大姐这次叫我前来有什么事吗 这是胡递给我呢 话若她便递给二师傅一枚令牌 她让我回去 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无法干涉青秋圣域之事 但蜜月你是我的妹妹 无论发生什么都有我在你身后 蜜月接过令牌后叹了口气 姐姐我明白 我先好好想想 两天半后 话说这几天怎么没见到二师傅 他干什么去了 啊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 虽说他有试会也会闭关恋丹 但最长也就两日 就在这时三师傅走了过来 你二师傅他回青秋了 文言我有些惊讶 回青秋了 这么突然 是有什么急事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他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 正当我疑惑是大师傅突然说到 他回青秋是要嫁给胡递 什么 嫁人 四师傅也是一脸震惊 嫁给胡递 这件事我怎么没听他提过 是不是搞错了 二姐姐跟我聊天时说 他只是在小时候见过胡递 那位分明是他的长辈 怎么能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呢 大姐姐你是苍明女帝 你一定有办法带二姐姐回来的对吗 文言大师傅叹了口气说道 我无法以女帝的身份做什么 但别人想做什么我管不了 话落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见此我也明白了大师傅的用意 他在暗示我 于是我走上前拉住了四师傅 师傅别慌 我去把二师傅带回来